大家好,我是阿屎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FB、Twitch、Bilibili 還有Discord 今天介紹的角色是登場於幽城幻劍路 在一開始慕容玄機 又很大膽的 和夏侯大哥說 叫我玄機妹子就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天賦 使用絕學的時候 暴擊率提高20% 且絕學射程提高1% 6星的話 暴擊率會提高到30% 武力的部分 中路必點 點上路 是為了雷影之術 湊兩招單體的招式 而下路的雷影之陣 有附加雷撤的效果 但被動已經有電撤了 加上55等大招 也有千黃雷烈的範圍技 所以我個人點上路 就是因為性價比比較高一點 當然 下路的被動 神念也是有用的 氣血高於90% 法攻、法防 提高10% 如果你是平民玩家的話 個人覺得還是走上路 會比較有用 那如果 你是課長 開雙線 是OK的 畢竟 課長 是無煩惱的 魂石的部分 大師推薦 珠燕魔火 和妖術師 妖術師 個人覺得打PVE好用 三枚的效果 每當使用傷害絕學 有50%機率 使該絕學冷卻時間-2 珠燕魔火 個人覺得打PVP不錯用 三枚效果 放絕學 傷害提升10% 使用範圍絕學 傷害提高5% 技能搭配 打BOSS 我建議用 引雷 雷影 電測 如果是PVP的話 個人認為這樣子 搭會比較好 引雷 紫妍 電測 但如果你有點下路的神念的話 就把電測換成神念 或者 紫妍 千皇 電測 或是神念 把電測換成神念 以上點法 技能搭配 簡攻 參考 方法有很多種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 IG FB Twitch VDB 還有Discord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